欢迎来到新兴消息频道 请订阅频道 所以大家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我们今天的时事通讯包括以下内容 震撼娱乐圈爱情迷局 赵丽颖挥别就爱 林耕心悄然上位 在娱乐圈 爱情的戏码总是让人瞠目结舌 今天我们要聊的就是那对曾经的金童玉女赵丽颖和冯绍峰 两人曾因合作而结缘 婚后却在短短三年内走向了分手的结局 就在大家以为这段感情彻底结束时 林耕心却悄然上位 成为了新的焦点 究竟这场爱情迷局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 让我们一探究竟 赵丽颖和冯绍峰的爱情故事 就像一部跌宕起伏的电视剧 开场时甜蜜无比 结局却让人唏嘘不已 2018年 赵丽颖在生日当天宣布 与冯绍峰结婚 众人结婚 三年后 这段看似完美的婚姻 却宣告结束 孩子由冯绍峰一家抚养 赵丽颖则全新投入事业 两人之间的互动依旧温和 甚至让外界猜测他们是否会复合 回顾两人的爱情历程 简直是一部恋爱教科书 他们在拍摄西游记 女儿国时擦出火花 之后的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瘦 更是让这段关系走向高潮 可谁曾想 婚后的生活却并非一帆风顺 冯绍峰曾在采访中提到 赵丽颖的性格太强势 让她感到压力山大 两人都忙于各自的事业 据少离多 最终导致了婚姻的破裂 分手后的赵丽颖迅速回归荧幕 凭借出色的演技和不懈的努力 重塑了自己的事业形象 与此同时 冯绍峰则在孩子的抚养上尽心尽力 努力扮演好父亲的角色 两人虽然不再是夫妻 但依旧保持着良好的互动 甚至在公众场合被拍到同框 似乎在向外界传递着 我们还是朋友的信号 就在大家都在关注 赵丽颖与冯绍峰的动态时 林更新却悄然进入了 这个情感漩涡 作为一位优秀的演员 林更新在赵丽颖的生活中 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虽然她并没有像其他人那样高调示爱 但她的细密关怀却让人心生向往 比如 林更新为赵丽颖准备的一栋豪宅 象征着她对她的承诺和支持 这段时间 网络上关于林更新的讨论热烈 大家纷纷为这位暗恋者点赞 有网友调侃道 难道林更新就是那个不动声色的爱情攻略大师 而另一部分人则表示 这小子真有心 居然能在赵丽颖的心田悄然绽放 在这场情感大戏中 我们看到了爱情的甜蜜与苦涩 也见证了成长的痛苦与喜悦 赵丽颖以她的勇敢与独立 成为了新时代女性的代表 她教会我们 无论身处何种环境 都要坚持自我 追求梦想 而冯绍峰的故事则是一堂 关于成长与放手的课 她的经历告诉我们 每个人都有权追求幸福 但也需要学会放手与祝福 至于林更新 她用自己的方式诠释了真爱的力量 在这个瞬息万变的娱乐圈里 她让我们相信 真诚与勇敢是通往幸福的不二法门 赵丽颖 冯绍峰和林更新之间的情感纠葛 不仅是娱乐圈的八卦 更是对爱情 成长与自我的深刻思考 愿每一位身处其中的人 都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幸福与归宿 爱情的故事总是让人期待 而这场爱情迷局 无疑是娱乐圈中 最引人入胜的一幕 二 赵丽颖去国庆寺打卡 没有华丽的衣服 形象改变了 留着一头短发 一段时间没有与大家见面的赵丽颖 更新了社交平台 她分享了在浙江省台州市的国庆寺打卡的视频 此视频一出后 立刻引起很多网友的热议 从视频中看 赵丽颖在国庆寺悠然漫步 古朴又幽静 周围都是古风古韵的青砖青瓦 很有历史的厚重感 赵丽颖带着棒球帽 留着一头短卷发 穿着带有花纹的枣红色长袖上衣 形象变了 以前她是长头发 现在是短发了 不排除是她因为要出演的角色 需要留短发 另一个画面是 赵丽颖在欣赏田野风光 清新自然的感觉 风景很舒适 她拿着手机在拍摄 她穿着横条纹宽松体恤 下搭紫色长裙 脚上踩着棕色的高底鞋 穿着白色的袜子 头上戴着紫色的棒球帽 一身的穿搭很休闲 赵丽颖没有穿着华丽衣服 拎着名牌包包 更没有精致的妆容 她追求的是自己舒适 这样的她让人感觉到亲切又真实 赵丽颖曾经在一次采访中这么说 我不觉得我是接地气 只是在做自己 我希望粉丝们喜欢的是真实的赵丽颖 而不是我刻意塑造出来的形象 这就是她有那么多粉丝追捧的原因之一吧 坦然接纳自己 谁都知道赵丽颖从农村出身 没有亮眼的学历与家庭背景 凭自己的努力从配角到女一号 娱乐圈本来就是竞争激烈的地方 不仅需要有学历 而且颜值势也相当重要 毕竟是靠脸吃饭 虽然赵丽颖一路走来 真实不容易 但是离不开她对演戏的热爱 所以有动力朝着目标方向发展 对自己演绎的每一个角色 都是用心对待 近几年 赵丽颖的人脉资源相当好 出演知否知否应是绿肥红兽 中盛明兰 陆珍传奇中陆珍 花千古中小古 幸福到万家中 和幸福风吹半夏 中许半夏 不仅出演的作品收视口碑良好 而且她塑造的角色给大众留下深刻的印象 出演电影第十二条 中聋哑人是好秀平一角 赵丽颖将角色诠释得很鲜活 同时 她的演技也赢得了业界的认可 张艺谋盛赞她 不再是过去的赵丽颖 她在第二十条里的表现令她惊喜 并表示以后找她出演角色不用试戏了 张艺谋在导演界的知名度与地位 当然是不用多言了 她不仅具备超凡的指导能力 而且在角色选择方面精准无误 眼光极为犀利 彰显了她有极高的眼界与不凡的见识 曾经有导演表示赵丽颖原脸不适合塑造角色 但是她没有放弃 据说 2006年她参加《还珠格格》试镜 结果被淘汰了 她写了一篇上千字的长文 主要讲述自己对作品与角色的理解 她的诚意被打动了 导演愿意给予她出演前而角色的机会 不得不佩服 赵丽颖身上不会轻易放弃地坚韧 不会静静地等待 自己想要什么就主动积极去争取 从赵丽颖身上可以看到 唯有自己才能够照亮自己 知情人士曾经说 赵丽颖为了钻研剧本与角色 她一年360天有300多天泡在剧组里 为了角色的效果 赵丽颖心自己上场先示范 赵丽颖给人感觉自己的事件自己主牢 不会受别人掌控 外界如何评论 不干扰她奋发前进 所以这样的她让更多的网友喜欢 有网友直接称她为 赢宝 如今赵丽颖已经跻身于一线女明星的位置上 拥有属于自己的话语权 散发出强大的力量感 作为明星 即使拥有再出众的容颜 但也需要凭借演技来支撑起自己 赵丽颖毋庸置疑 是用实力说话 凭借精湛觉得演技征服了众多的观众 感谢观看